3月15日,也就是昨天 周深参加了舆情实验室的专访 没想到周深的一句 唱跳看词就像被报道的鸡 立刻登上了热搜榜 不得不说,周深的比喻太有画面感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次 以往很多的时候也是一样 周深在说话的时候思维非常的跳跃 可能完全猜不到下一句将要说什么 但是说出来的时候又往往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 也很有条理性 甚至蹦出几句金句也是常有的事情 就说这两天 大家还没完全从小白周中缓过来 现在周深又送大家一只鸡 周深不愧是出口及热搜的人 最可怕的是 这样一位拥有有趣灵魂的人 他拥有的专业实力还是那么强 周深现在至少在歌曲和综艺两方面 已经完全站住了脚跟 小编现在还能回忆起 去年在网上还有很多人讨论过 周深是不是参加的综艺节目太多了 会影响前景 不过那个时候小编就觉得 周深应该歌曲和综艺两手都要抓 而且两手都要硬 增加更多的曝光 同时又能扎根自己的专业 很高兴 如今的周深 无论是在歌曲方面 还是在综艺方面 都有了一定的建树 两方面都被大家认可和接受 刚从火热的《创造营2021》出来 周深的歌曲热度又开始发力 楼宁音乐版第十期版本最新出炉 周深演唱的《景星思域》的主题曲《标一起》 再次掌握人气得分Top1 这首歌曲已经是第三次登顶人气得分的冠军宝座了 这首歌曲还获得了第十期《游你音乐榜》全版第二名的好成绩 周深的《要一起》在残联人气得分Top1的同时 还获得了《游你音乐榜》人气指数Top116连贯 这又是一个新记录 而且是刷新了周深自己宝石的记录 凭借本次的《十六连贯》 周深继续把持《游你音乐榜人气歌曲第一人》的称号 值得恭喜 希望周深的歌曲能够走得更远 你如何评价唱跳看词像被爆掉的鸡呢? 周深的《十六连贯》你觉得如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同时也欢迎订阅我们 每日都有精神更新